本节目资讯由人乐医疗集团提供 Hello 大家好 今集回来又有邓医生跟我们讲 这叫痔瘡的解决方法 今次我又请了特约嘉宾 做什么鸡泥我们的节目上面 大家好 咦 真是你们 压你干什么 邓医生 如果不幸 真的有痔瘡的话 可以用什么解决的方法 其实我们讲的痔瘡的解决方法 也有几种 我们有保守疗法 有些药物疗法 如果真的症状比较严重的时候 我们甚至有收缩的疗法 讲起一些保守疗法 我们讲的例如 最简单的改善来自己的饮食 多喝点水 多吃点蔬菜 就是补充我们身体的膳食纤维 这些当然有用 有时我们可以浸一浸温水浴 其实这些都可以有效 帮我们舒缓脂肪的症状 但如果痔瘡的症状比较严重的时候 有时我们都需要用药物 例如一些外用的痔瘡药物 甚至有时我们会用一些口服的药物 帮助痔瘡消肿消炎 其实也有效 但如果到最后症状真的很严重 又或者痔瘡病化的情况很频化的时候 便有机会需要用手术的疗法 你刚刚讲到这么多手术的疗法 其实我也听过坊间说 如果坐水泡的话 对这件事的痔瘡是有帮助的 是吗 我看坐水泡其实也会有帮助的 因为水泡是一个软箭 占着屁股 当痔瘡发的时候 就不会碰到 令病人少一点痛 就是它减轻痛楚的 对 但你可以想象 你不会坐了水泡之后 会令到痔瘡会自己消炎消肿 甚至消失了就不会了 其实你刚刚有讲过几种手术方法 你可不可以大概和我们讲一下 哪一种是经常地用 又或者是哪些是好一点 其实都要视乎痔瘡究竟是内置还是外置 还有它的严重程度是怎样的 我们最简单的有痔瘡结栽手术 所谓痔瘡结栽手术 就是我们用一个小的橡筋箱 在内置的底部就扎着它 嗯 便断绝了血液供应 之后痔瘡就会自动萎缩 然后涂落 过程大概两个成绩左右 这个相对来说 一个比较简单的疗法 我们甚至在办公室的环境都可以做得到 未必需要入院也不需要麻醉 哦 但这个就比较属于一些轻度的 是的 我们一定要在一些内置的情况 才可以用得到 而且痔瘡的程度不是太严重 通常我们讲一级至两级 就可以用这种手术去处理了 哦 还有没有其他 其实我们讲 痔瘡的手术有很多种 十几二十种 但比较常用 除了痔瘡结栽之外 我们有传统的手术 传统手术的规模会比较大一点 我们病人需要全身或半身麻醉 然后我们用手术都在肛门开伤口 将痔瘡完整洩出 如果将供应痔瘡的血管会砸住 那便可以减低伏法 但是最不好处 就是做完手术之后 肛门会有一个伤口 病人做完手术之后 去大便的时候 都会痛得很厉害 而且亦都需要每天去浸药水 保持伤口干净 等伤口慢慢埋口 一般来说要伤口埋口 都需要一些时间 可能都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 这个就是传统手术最不好的地方 哦 哦 咦 阿大医生 我看到桌面有个卷发器 你是不是知道 我这个要设置一下头 所以还想带过来给我呢 我都很欣赏你的创意 那如果你真的用这个来卷发 我都不能够担保有没有什么效果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痔瘡神器 因为有时我们做手术 都会用到这个痔瘡窗 来帮助我们做手术 哦 那大概是怎么用 可不可以示范一下 不如就做什么鸡 帮我们做示范 没有了 快点来趴在这里 给我们医生做示范 我没有我怕疼啊 没有啊 这个痔瘡窗我们平时怎么做呢 那当病人全身麻醉或半身麻醉之后呢 那首先呢 我们会放个仪器在肝门里 将它扩张一点 嗯 那这个呢 就是这个仪器了 那我们会把它放进肝门里面 嗯 然后呢 到这个痔瘡窗出场了 那其实我们会在肝门里面 用针线呢 将痔瘡勾住的 嗯 在肝门里面 嗯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回到肝门窗 那肝门就会自己出刀 将肝门切除 同时呢 它也会有两排的钢钉 去将肝门的 伤口会自己复合 哦 原来是这样的 哎 辛苦你了 看到都觉得 有点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 夹一夹 那个屁股 是的 也很感谢邓医生 我们已经说了这么多 还有这个做什么鸡 帮我们示范 这么辛苦了 疼死我了 那多谢邓医生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如果你对痔瘡 又或者痔瘡的疗法 有任何疑问或者查询 不用留言 Inbox我们就可以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